是一回事 本心是另一回事 为父没有看错你 父亲 求你把四毛狼给放了吧 此事就不要再提了 为父要问你另外一件事情 你二哥书信的案子 你知道了 好 昨日杨秀来看过儿子 有所提及 杨秀 这件事关系到你的性命 关系到咱们曹家 甚至关系到天下安危 你无论如何 要如实地回答为父 知道吗 儿子绝不敢再欣瞒父亲 寻与书房的那侧竹箭 到底与你有没有关系 儿子绝不知情 就算儿子想当太子 也不会用这么龌龊的手段 来先害二哥的 那杨秀呢 也不会 杨秀平日是放纵了一些 但像这样的欺君大罪 料他也绝对不敢 两个氏团肥特 Mang crucial 杨秀平日这是 他就担心了 我们上罪二的东西 父亲 二哥已向向铁前宫 如果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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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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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父亲 无论二哥合伙 谁做的太子 我们都是骨肉同胞 儿子谁再不想看 站起来 为父的苦心 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 为父为何执意 要你争取太子之位 你真的懂吗 为何 父亲是喜欢儿子的才华 比才华更重要的 是你的仁德 这是为父缺乏的东西 孔子说 如有亡者 必适而后任 他这句话说得倒是对的 为父希望几十年之后 你的仁德慈爱之心 能让天下人真正懂得 我们曹家的公业 儿子惶恐 是儿子的放了 辜负了父亲的期望 你辜负的不是为父 是你自己 实现理想 需要谋略 需要权属 你仅凭这一颗赤子之心 是不行的呀 为父百年之后 你如何自主 你如何自主 父亲 儿子你真的 忽略可退了吗 对父亲 为父希望 你从这走出去之后 把这一切 你 大侠明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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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